大家好 今年的夏天都很熱 老是溫度到37度38度 那最近幾天呢 我去了一趟南部 那發覺呢 在南部這地方更熱 太陽每天都非常大 那我們這個種植館呢 種在戶外 這個溫度很容易升溫 那我們想了一個解決的辦法 那就是用鋁箔紙 你可以拿這個鋁箔紙 來把它做一個包覆的處理 那你要怎麼使用鋁箔紙 來保護我們的種植館呢 那很容易 你只要把這個種植杯 從這個種植館取下來就好了 那直接將這個鋁箔紙 覆蓋在這個管子上 把從頭到尾 在管子上 到這個末端的時候就把它剪下來 這樣就好了 那你就沿著這個管子 把它做一個包覆的動作 這個鋁箔紙的這個寬度啊 剛好我們可以包包住我們這整隻的管子 那鋁箔紙呢 它做做的沒關係啊 就是說它做做的話 它有一點不是很服貼比較好 這樣的話 它如果受到太陽的照射的溫度 就是會把它反射回去 然後也比較不會傳導到我們這個 塑膠管的上頭 那你包覆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 可以 把這個 洞的位置 用手稍微壓一下 它就會出現這個洞的位置 各位可以看到 然後呢 你只要將這個洞口 用這個美工刀 把它畫個十字 好 用手把它壓一下 好 再把你的 電子欄種回去 這樣就好了 好 然後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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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说现在各位知道 这个铝箔纸 它有很多的一个妙用 包括我们上次提到的 这个促进冲白的生长 那它又可以用来隔绝太阳的一个高温 那因为这个铝箔纸 它是金属的嘛 就是就比较不会因为这个阳光的照射 然后略化 你用手压一下它就有个洞的形状 然后在这个中心点稍微画一下 好所以我们这个就很快的就把这个所有的洞都做好了 好所以我们这个就很快的就把这个所有的洞都做好了 那至於說它的下方呢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下方呢 它這個鋁箔紙 好像是專程為我們設計的 這個寬度剛剛好 那你就在下方的地方呢 用這種透明膠帶 把它黏起來就好 你要一節節黏 或是整條這樣拉起來也都可以的 就是你方便就好了 一切都以容易處理為原則 好 那我們後面也黏好了 那這樣的話就不會因為風吹 那這個鋁箔紙翹起來或是跑掉 那這樣的話 這樣感覺上也是非常的美觀 亮晶晶的也蠻好看的 然後又可以使這個水管降溫 那像植物長出來的時候 不會因為碰到這個高溫 那個葉子或是果實 枯掉了這樣子 那以上就是我們使用鋁箔紙 來降低我們這個種植管 這個溫度的一個方法 那以上提供這個方法給各位參考 謝謝各位 再見囉